DBS 陳建桓需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關心這國際的焦點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賓州的造勢活動中是沾到槍擊 而犯案的人現在身份跟背景其實也都曝光了 根據中時新聞的報導 川普這回其實是幼兒受傷 而且還見血 至於身份這名槍手其實非常年輕 就只有20歲 而且是一名賓州的男性 名字叫做克魯克斯 而過去他其實是一名數學的資優生 甚至還曾經拿過這國家數學跟科學倡議計畫 頒發的500美元的獎金 就是他的犯案槍支到底從哪裡來 現在也曝光 其實就是由克魯克斯的父親所購買 而且除了這個槍支之外 其實也發現在他的車內還有住處 也都有發現爆裂物 相見情形聯繫國際組的記者黃宇璇 掌聲中走上台領取畢業證書 他是克魯克斯 也是涉嫌偷襲前美國總統川普的槍手 這段30秒影像 疑似是他高中畢業典禮時的模樣 看起來就像一般高中生 沒想到犯下槍擊案 美國FBI曝光 克魯克斯的正面清晰照 儘管目前犯的動機 還有待理清 不過外媒找到克魯克斯 過去在校同學 同學直言 克魯克斯就是個邊緣人 而且經常被欺負 尽管在校人員不算太好 但根據外媒報導 這幾槍擊案除了川普受傷之外 其實也波及到了無辜民眾 總共是造成一人死亡 還有兩人重傷 據這一名不幸身亡的民眾 還是一名消防員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美國賓州市 公布川普預戰的死者身分 確定是一名41歲的消防員 名字叫做柯瑞康普雷托 而在槍擊當下 其實是為了要保護家人 才會中彈最後不幸身亡 而槍手其實當時 就是從會場外的屋頂上開槍 所以在當下 就已經被特勤局的幹員給擊斃 據聯邦調查局則是把此案列為是暗殺未遂的事件 要來展開調查 結束要帶您看到的是體壇焦點 也就是我國的網球一姐 謝祖威現在又再度傳回捷報了 因為他又再度的摘冠 根據一梯圖隊的新聞報導 其實謝祖威跟波蘭的搭檔也就是捷林斯基 在2024年的溫布頓網球錦標賽的混雙決賽中 其實是以所謂的6比4還有6比2最後擊敗墨西哥的組合 而這也是他獲得本季第二座的混雙大滿冠的冠軍 累計的職業生涯已經多達9座大滿冠的金杯 而其實謝祖威在今年初的澳洲公開賽 就已經拿下過女霜還有混雙的冠軍 所以發網是指不思強 但在溫網又是再度的殺出重圍 而在這場比賽當中 其實謝祖威跟捷林斯基 兩人就是靠著穩扎穩打直落二收下冠軍 也展現出出色的球技還有默契 接續是娛樂焦點 這個蔡依林的愛犬也是嗚虎 應該讓非常多的粉絲都很熟悉 因為過去她就常常曬出愛犬的照片 只是蔡依林現在卻是突然發文 表示這愛犬已經奏事了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愛犬嗚虎今年已經是高達了18歲 而且確定是在7月3號的過世 所以蔡依林就在社交的媒體上面 曬出了跟嗚虎的最後合照 而且寫下了很多感性的文字 是用長篇的文章來紀念她 主要是感謝嗚虎陪伴她多年 而且還約好了要下次再見 文章一出其實也讓非常多的粉絲 覺得很鼻酸 因為過去嗚虎就常常伴隨著蔡依林 出席各種場合 而歌迷們對她其實也非常熟悉 所以如今嗚虎過世 也讓很多粉絲感到相當不捨 最後要帶您關心的是火警 在昨天晚上也就是在桃園的大溪 是發生了火警的意外 總共是造成一名富人燙傷送醫 根據TBS的新聞報導 其實發生火警的地點 就在大溪區一棟二樓的鐵皮屋住宅 在昨天晚上七點多是突然的起火 而且這火勢其實非常的猛烈 而且濃煙是不斷的竄出 總共是造成一名四十多歲的富人 受困在火場 消防局接獲報案之後 也派出了多達18輛的消防車 還有67名的人員是到場來想救 昨天最後是把這一名富人救出 雖然她背部是有一度的消燙傷 但是也緊急送往國軍桃園總醫院來治療 我在初步研判 這燃燒面積其實是大概約二十五平方公尺 但是詳細的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即時的新聞內容